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刚刚就是法务部所担心的是说 如果你用法令 那用命令的话就把它变更了 所以这是他们所害怕的 所以我不晓得说是不是有可能把它改成说 依法律规定应有本所训练之法官 之前沿袭计划的原理 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清楚 那大家就不会去担心 那这样子就 因为其实依照司法院的讲法已经很清楚 就是说依照司法人员的人事条例的 这个27条规定的 绝对不会是在这个我们的法官学院里面 所以我们就直接多一点文字 但是把它讲清楚 然后呢 看如果说要在立法里有 再把它去说 依照司法人事条例27条的规定 就目前的规定 仍然是由这个法务部 就是私讯所来受讯 那这样把理由写清楚 我想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争议 现在我们下转的规定 我会有 penalty